对于中国南排 刚刚结束的试联赛 是球队冲击巴黎奥运会的第一步 对于中国南排队长江川 下赛季转战日本唯一联赛 是他职业生涯的新起点 这也是他首次获得刘洋机会 学无止境 我觉得在各个方面 其实还是都有提高的地方 刘洋不是简单的 训练打球那么简单 自己的生活 包括球队的融入 包括教练的沟通 包括语言一些方面 我觉得都要考虑得到 你场下要做得好 你才能把场上打球打好 其实也有几个俱乐部 也有选择吧 但是我觉得最后选的 一个竞争力比较 对这个争冠球队比较强一点 包括也有好的配置 江川表示 新赛季希望帮助球队取得突破 上赛季最提成绩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还是竞技体育 既然参加了比赛 我觉得都要是要取得最好的名次 唯一联赛这些发展和这些运营 跟排超有所不同 我觉得这次也是 我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包括日本的亲训 包括日本的这个学校体育 这个体校结合 我也希望用我的这些 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来帮助到这个中国排球的发展 和以后未来的规划 在本次世界南排联赛中 日本队战绩不俗 中国南排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江川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队首先这个配合打法 非常默契和细腻 其实日本队的优势和乐势 都非常突出 毕竟他们可能身材条件 持续了他们的上限 但是他们把其他和各个方面 我们都做到了极致 这也是我们中国南排 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总会有低谷和状态好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经历过这些挫折 所以他们能达到今年高度 但是我们中国南排 中国这个周期的从整 可能要重新经历一遍这个低谷 但是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 我也希望高峰也尽快来临 对于巴黎奥运周期 江川表示 中国南排的首要目标 就是冲进巴黎奥运会 我觉得首先一个目标 就是要冲进巴黎奥运会 明年就是这个资格赛 冲进奥运会的赛制 比较残酷跟网年一比 就是塞绘制比赛 我们希望在一些短板的环节 要所提高和进步的话 我们觉得巴黎周期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